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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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那个 好死哥 你看我这个自己干什么 我是有男朋友的 男朋友 你咬的那些小白脸 找个医生给他好好检查检查脑子 找个医生给他好好检查检查脑子 我啊 那个儿子 对啊 小时候也很可爱 已经上幼儿园了 虽然 对不起 睡了一觉醒来 狗血的不是失忆了 而是多了一个老公 还多了一个儿子 那我男朋友呢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请查证后再拨 医生 检查结果如何 谢先生 齐夫人是因为头部受到撞击而失忆的 失忆 谢总 夫人说的男朋友是五年前在大学的事 你是说 他现在的记忆停留在五年前 还有太太称获的责任运输也已经下满了 局长 是 千亿富豪齐飞妍与裴氏集团四小姐裴欣 今日大货 张姐 我想知道 我跟齐飞妍的关系 到底怎么样 这 这个 挺好的 有多好 那个 先生是个外棱内热的人 太太 您性格太开放了 他喜欢内敛的女子 太开放 你怎么就出车祸了 是不是齐飞洋派人干 不好意思 情人也是 是 他们大哥就是你的朋友 朋友 啊 可是 星星姐她受伤了呢 她受伤了跟你有什么关系 没买你拿我过来 走 你干不过想打人吧 他们 真的只是来探命 探命啊 就是啊 你忘了 那我来告诉你 那个绿衣服的叫苏西 黑衣服的叫苏照 也是双胞胎兄弟 他们就是我朋友 哎呀 都是两个小孩够啊 也是你养的情夫中最喜欢的两个 情夫 啊 对不起对不起 我我我我我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当然了 我可是有男朋友的人 怎么会做出那种包养小白脸的事呢 当时你老公的面 说你有男朋友 你还趁开手套到底行 无论是 以前你等会来的就没给 你 走 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那你去个地方走 前面就是你男朋友家 谢谢齐先生把我送过来 等下次我带我男朋友一起来感谢你 你要干什么 等等 隋阳 你男朋友 你表姐 好了你现在可以下去了 何必这么恶心我 这个满面春风的妖艳江湖竟然是我 还有齐飞炎 齐先生对齐太太真是太好了 英俊多金还她老婆 做梦都想有一个这样好的老婆 好男人都用脸找换呢 你怎么才了啊 我不同意离婚 做得你自己提的 我忘了 下次说了 谁知道你说是真海家 而且 这里面 第六项的第三条 甲方 也就是我 净身出户 我不同听啊 还有第六条 儿子归你 我也不会 所以呢 我查过了 咱们两结婚之前 没有做过财产公正 所以婚后 没有平分财产了 你敢把姿势帮我一半吗 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跟我争小林的抚养权 还有其事 你觉得 一个对自己儿子不行 且风平极差 处处留情的母亲 收费 收费 哎呦 我们这里放的好不好 嗯 嗯 好 太太 好 这就是您的房间 好的 谢谢啊 天哪 不用 你跟阿凯说清楚 项目的是 你干什么 啊 这是我房间我干什么 你 你 想玩了 你胡说什么 你还演是什么 这可是你想跟我玩的 你要干什么 我要你服输我洗脏 啊 以前你可不知道什么叫害羞 啊 呃 什么角色扮演啊 可都是你拉着我 你别说了 不是我 你以前阿凡也过 护士 静静 别说了 行了 你要再等我 什么 你又不是梦子 那我觉得有必要再来谈一下 你问什么事情 行行行 我来服事你 我来 我来 你以前在家可真不是不穿衣服的人吗 没 你胡说 我没有 嗯 你以前在家可真不是不穿衣服的人吗 你胡说我没有 你胡说我没有 你跟我而已 你胡说我 有igen 哦 好 是啊 怕什么 我又不吃了你 帮我洗 如果今天说不帮你洗 那齐总该不会用钱了吧 那自然是不会了 只是齐太太既然有求于我 又想寻求我的币 又不肯付出 这买卖可真便宜你了 买卖 你是说五年前我们俩结婚 是一场交易吗 这就要问你自己了 当初为什么选择和我结婚 你是说是我先逐出的结婚 五年前 你拿着怀孕的单子来威胁我的事 可没见你现在这么单传 不过现在这种范围 说这个有点不太合适啊 你自己洗吧 原来我以前爱穿这种衣服 谁啊 太太 外面有人找 说是您的秘书 副总 客户一拖再拖 一直在找我们的错处 抓合同漏洞 现在 家还要提出撤资 你说的要好好休假 但是我们实在坚持不住了 项目书给我 这是最终敲定的项目书 听一提出的问题 我已经跨过了 帮我约这位 江总 裴副总 好久不见 江总 裴副总 你可真是让我好找 江总 请问您对绿城项目有什么看法吗 裴副总 我的想法 你不是最了解吗 这是什么情况啊 您见效了 有点意见 咱们包厢里谈吧 嗯 齐总 那个人好像是夫人 查一下哪个包房 齐总 烟灰厅二三层包厢内 没有找到太太 三层以上 是酒店套房 项目书中 江总指出的意见 我们都已经做出了修改 但是合约中的点数 我们不能让 既然已经讨好了 那江总想要让我们让利 总要给出原因嘛 嗯 江总 不看一下合约吗 不用 江锦荣不会是我的情人吗 开心 那我们合作愉快 江总 陪副总 什么时候对我这么梳理了 嗯 江总 我 开门 狗男女 快给我开门 敢背着那边找小三 快 你找错人了 表嫂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会背着我哥在外面 通知酒店前台上来 我哥还在外面呢 哥 哥 你过来看啊 嫂子在上呢 齐总也在 很意外 嗯 我跟他 没有什么关系啊 过来 齐总这是以什么身份 要求裴副总的 这就不劳烦 您江总费心了 啊 赵总 有着闲心操心 人家夫妻之间的事情啊 早还不如好好关心一下 自己的公司 他失忆了 原因 你觉得我凭什么给你解释 的确不需要 我自己也会查 只是 你觉得当年 他为什么设计嫁给你 我怀孕了 所以呢 我们结婚 危险我 你还是嫩了点 你凭什么觉得我齐飞炎 会娶一个用过车手段 上我床的女人 要 齐少只是不认账了 我知道呢 你最近在竞争成熙这块地 你也不想 被狗仔知道这件事 你们裴家 还真是一群 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老嫂 你有什么忌口的吗 没有 没有 你不是芒果过敏吗 怎么可能啊 我最爱吃芒果了 给我点一个芒果千层 刚刚在房间里 你跟江九龙谈 谈何约啊 我们 谢谢 我们公司的一个项目 是吗 你是不是跟江锦荣有仇啊 那我是不是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稀带和他有点关键 没有啊 那下次我问他好了 小子 你的嘴巴 怎么了 快去医院 老公 你如果对我这张脸 还下着去嘴的话 那你对我就是真儿 你想破项目 你不是说我已经破项目 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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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你自己了 那就不你自己了 那边还有一箱子 那边还有一箱子 不信 不如过去看看 信 信 你说什么我都信 你说什么我都信 真不去啊 你要干什么 我只是想让你回忆一下 以前是有多会玩 我错我错了 你别 真不这样玩 我以前可玩是挺宽的 不了不了 我们还是睡觉吧 站住 站住 你要干什么 你 你这是小林吗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爸爸这个阿姨打我 我 我说什么呢 这是你妈妈 她不是我妈妈 我没有妈妈 小林 小林 给妈妈道歉 对不起 没关系 是妈妈对不起你 没事吧 小林今天刚被送过来 我忘记跟你说了 以前你也不在意这些 裴心啊裴心 你这五年到底做了什么 儿子 你先跟你妈妈在这儿坐会儿 爸爸去买钢铁下的票好不好 不要 我要和爸爸一起 那你跟琪琳一起去吧 我在这等你们 那我们一会儿回来吧 海星 表姐 你这么惊讶干什么 难道是因为 你抢了我的男朋友 你 你胡说什么 随便喜欢的人一直都是我 表姐 手指人是很不礼貌的 你要是喜欢我前男友 送你好了 你 不过我倒是挺好奇的 你和她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早就开始了 早在 你和别人炫耀 你有一个孝草男朋友的事 什么 你跟孝草 在一起了 嘘 你那么小鼎声啊 欣欣 恭喜你了 谢谢表姐 你们两个 金头月女 终于在一起了 你再说 你再说 羊 欣欣 这件事情从来都不怪随羊 你别怪她 有什么事 你冲我来 童童 没事啊童童 你没伤哪儿 没事 就是脚歪了一下 我休息一会就好了 裴心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把情报公伤伤 随羊 这事不怪欣欣的 都是我自己不小心摔了 子杨 你知道吗 欣欣自从知道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我心里就一直 费心 我以前觉得你拿着去放下 你自暴自弃 出去勾三打死我不管 但是你现在 居然把阴招都撒到自己亲戚 没睡上了 对不起啊 没事啊童童 腿有点疼 表姐 真是对不起了 我刚刚有些异性用事 没事的欣欣 过一段时间呢 我和随羊就要订婚了 到时候你一定要来 嗯 哦对了 表姐 那件事我们能单独聊一聊吗 嗯 来表姐 我扶你 裴心 你要是有什么事情你赶快说 那件事可不能让孟随羊挺进了 你到底有什么话要说 你靠近点 李星彤 我没做过事情呢 我可不回事 你疯了 但是呢 你既然栽赃给我了 那我可不能来受 你好好照顾他吧 我可是给了你安抚美人的机会啊 裴副总好啊 江总你好 您这是 我来这儿就是找你的 不知道可否赏脸吃个饭 江总 我今天还有点事我就先走了 星星喜欢吗 谢谢江总 不过我今天的确有事 就先走了 两个月前 你托我查一件事情 现在已经有了美目 两个月前 看来我和这个江总真的有点交集 好 裴心你死定了 哦 对了江总 您说的两个月前 我问您的事情是 这是一年前 刚刚注册的一个新公司 涉及到了一些国外的事物 你再往后翻 齐飞檐 这是骑士集团旗下的公司 对 你两个月前 让我调查这个公司 现在调查结果出来了 什么意思啊 确实有点问题 你是说 我两个月前 让你调查的公司有问题 对 这个公司注册短短一年 表面是做一些进出口生意 但私下 却赶着走私的活 可能还 涉毒 我知道了江总 这个事情 含起你保密 好 老公 老公 你是来见 别碰我 写葬 你怎么在这儿 也不开灯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啊 我跟朋友一起去吃饭了 呃对不起啊 没跟你们一起看电影 嗯 我给你发消息了的 你没有看见吗 怎么 以前都是勾引我的 现在倒成强迫了 谢太太 你当我是死的吗 你当我是死的吗 活的 你肯定是活的 晚上到底去哪儿了 我有个饭局去谈合作 哼 还没有 江锦荣 我发誓 绝对只是谈合作 真的 你该不会吃醋了吧 你未免也太看得起你自己 如果你不是怀了我的孩子 我永远不可能看得上 你也永远登不上齐家的门槛 现在当好你的齐太太 本分做事 哪怕你没有那份工作 齐家也照样养不起你 狗男人 伯母啊 前两天和朋友一起去了珠宝展 看到这条项链就想到了您 我给您戴上 哎呀 还是黄牙有心啊 真好看 也就只有您的气质才配这条项链 它还有个名字叫王国之心 您戴上 真像个女王 这小嘴巴巴的嘴真甜 太太 这是老夫人 那是小少爷的家教老师 黄雅 好的 知道了 小林养在你身边呀 我放心 齐夫人 别叫她齐夫人 这种下贱的女人 在我们家做保姆她都不配 看来我跟婆婆的感情不合 妈 我毕竟也是小林的妈妈 你总是要在外人面前给我留点面子 小林 把她放下 不好意思齐太太 小林她有点调皮被我关坏了 王老师 不管小林再调皮 玩枪还是太危险了 哟 平时也没怎么管教过小林的死活 现在在这摆什么谱 我孙子爱怎么玩怎么玩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 别在这碍我的眼 妈 小林还在呢 说话别太过分 你 妈 以前是我做的不对 您放心 以后我一定会照顾好小林 飞檐 你竟然护着她 好 你们都容不下我这老婆子 我带我孙子走 小林 走 小林 连你也不听奶奶的话 哼 肯定是你这个贱人挑唆我孙子 我要好好的教训 妈 小林今晚就留下 我派人送你回去 黄雅是小林的老师 她必须陪着小林 小林 小林 爸爸你看我画的画 黄老师教我的 画的不错呀儿子 行 先过去玩吧 嗯 齐少 我想跟你谈谈小林的事儿 好 呃 那黄老师 书房请 黄老师 你没事吧 不好意思啊齐少 我 头有点晕 好一杯绿茶 黄老师 你这头晕得可真好 都倒在别人老公的身上了 不然 我没有 齐总 也只是刚好扶住了我 哦 这样呀 那黄老师既然生病了 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是吧老婆 狗男生 还在顺气 夫人 小林那套陌生的环境 还离不开我 既然夫人可以照顾小林 那我就下班了 黄老师别走 爸爸你别让黄老师走 小林 我讨厌你 张姐 先送黄老师去客房 老公 你有话好好说 既然你不愿意离婚 那现在该遇见妻子的义务 那小林她睡了吗 睡了 那我们也快睡了 啊 我是说单纯的睡 佩馨 你也会变成 什么 我是说 你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够穿 混蛋 原来你一直在等着我 不是 是因为没有其他女孩 是吗 这些都是你之前穿过的衣服 明天我给你感谢 你不忙 这也叫刘 别闹 齐飞 我想知道 我以前究竟是怎么对小林的 怎么 现在想起来你那个人考虑的魔王 我觉得 我应该不是那种人 现在不想睡 那就别睡了 齐飞 张姐 这是给谁准备的便当 太太 这是小少爷的便当 他们今天要去春游 那我来坐吧 好 太太来坐 爸爸 嗨 你干什么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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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 小朋友们都在车里了 哦 摇一画画呢 以前学的 黄老师 这是给小林准备的便当 他们有事早饭 好 跟爸爸妈妈说再见 爸爸再见 活该 我今天要回趟我家 好久没见奶奶了 我都想她了 走 小林 现在有了妈妈了 是不是就忘了老师了 她才不是我妈妈呢 我没有妈妈 小林你要记住 那个女人自从生下你之后 就再没有管过你 你生病了摔倒了 她都当做没看见 而且 她对爸爸不好 一直和外面的叔叔在一起 她不是我妈妈 那你还要吃她做的便当吗 小林做的对 垃圾就应该放在垃圾桶里 小林记住了吗 嗯 奶奶 不知道五年后 您的身体还好吗 亲亲 奶奶 哎呀哦 好了好了 这边要上大学了 还这么爱撒娇 我就是要跟奶奶撒娇了 奶奶 扫娇气 不见你的女人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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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啊 你好久没回来了 不知道奶奶的病 二伯母 奶奶她得了十年病 好几年了 自从你 算了算了 不说了 我先送你奶奶去休息 这五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个奶奶还是第一次见 真是一个 不过是装的吧 你还是一样会有人 了解 你 隋阳 你看她 行了行了 别吵了 欣欣这不是失忆了 你给我滚 你还替她说话 欣欣 欣欣 不知道你要来 我这什么都没准备 没事的二伯母 奶奶她怎么样了 没事老毛病了 欣欣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齐少呢 她没跟你一起回来吗 欣欣 你真的失忆了吗 她有事 我已经确实失忆了 我这次来就是想问二伯母 我当初是怎么跟齐飞烟结婚的 呃 当初 你们当初一见终极了吗 你所有交给齐少 我们当时是不同意的 可是你执意要和她在一起 是吗 是啊 哎呀 欣欣啊 当初你执意要和齐少在一起 还怀了她的孩子 你说 我们能不让你们结婚吗 知道了二伯母 我今晚在家睡 帮我收拾下房间 好好好 我现在就找个设施 你先去 呸 呸 这就摆起库太太的臭架子了 这么能装 谢谢 你来干什么 谢谢 对不起 上次我不知道你出事后 我就是小孩看看你 不必了 谢谢 还请你资助 你现在应该叫我裴心 我真是期待 你要干什么 你别害怕欣欣 我说了 叫我裴心 好好好 裴心 我就是来看看 姐夫 你有这份心 还是好好对我解 姐姐 要不是你五年签突然和我分手 转身和齐飞宴在一起 我们现在已经结婚了 放开 放开 孟子洋 如果没猜错的话 你和李欣同在高中就在一起 你还真叫这么合心 滚出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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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年 你一直没忘记 二哥 你什么时候起来的 我刚起来了 快走 欣欣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二哥 奶奶她怎么样了 奶奶 五年前 忘了就忘了吧 好好生活 二哥 你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好好生 奶奶 是因为你生病的 她现在 时常记不起人来 那奶奶她为什么要那样骂我 还有我和齐飞炎是怎么结婚的 你跟齐飞炎是未婚先孕 你们两个被拍了照片 照片 什么照片 啊 晴儿 那个奶奶 刚在楼上喊你了 知道什么事 要不你去看看 谢谢 那你就先回吧 哥哥回头联系你 那你先陪奶奶吧 妈 你究竟要瞒到什么时候 晴儿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 他要忘了就忘了吧 记不起来才好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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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齐总你好 我今天给你做过小公司 公司今年营收进 营收4300万 我再1200万 金利润3500万 哎 齐总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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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飞炎 这是我最后一次在忙 嗯 不要 骗子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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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没事吧 江总 你怎么在这 啊 我来看看我住院 我来探望 可好看到你在这儿 你没事吧 还好 江总 那麻烦你通知一下我老公 已经通知七个月了 他受伤了 告诉我 啊 腿受伤了 刹车踩也踩不动 啊 我先走了 人没事就好 人没事就好 快 快 直接说 车车有人动我手脚 谢谢 你这身体怎么样啊 你的腿 我放心 腿没去 啊 没事就好 没事吧 二伯母放心 我刚刚从警局回来 警察本来要到家里来的 但我想这毕竟是我家 二伯母 你能把那天停止场经控调出来 哎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 怎么人为的 就查到我们头上来了 裴心 这要是你自己惹的事 别急你以前 这是 我会谎谎调查 查什么查 天心 你以前做的那些事 我就不说了 现在被人算紧了 就查到家里来 这锅 我们可不背 可是今晚 二伯父 二伯母 你要不要先去休息一下吧 那姐 你去给星星找个医生来 看看是不是那个什么 创伤后应急综合症 不是伯父国梦不疼你啊 星星 你看你现在脸色很白的 你还是先去好好休息一下 这件事情啊 不能全意识的 裴心被孟苏扬甩了 你们知道吗 难怪他休学 难道是因为被甩了 伤心欲绝才休学的 你们都别胡说了 他休学不是因为渣男 是因为家里的事 家事 哎呀 都已经这么晚了 这件事情 还是留到明天再说吧 是啊 有这件事传出去 对我们牌家的影响也好 毕竟北街现在有我们二房管着 还是小警员吧 啊 星星都已经来了 想起时心里面已经有主意了 这件事这么大 我们其他事情都可以往后放啊 一想 怎么胳膊中往外回啊 这是三房的事 现在闹到我们二手头上 你还帮着他说话 爸 今天晚上就不应该让他进门 星星是我们黑暗人啊 怎么就不能让他们进来了 爸 你一直阻拦我 你是不是知道是谁动了他出来 混这些东西 你给我站起来 你这是什么语气 你三说三什么都不管他 还能不能你来管 谁房间给我好多发现 哎呀 好了好了 星星 我看能推也不方便 要不就别走了 再加住一晚吧 我不走 我今天不找到 要我命令他 我觉得未来他 你 你这孩子 你怎么这么倔呀 行行行 你要能找来人你去找 反正这个恶人我不打 你怎麼來了 我來接我太太 事情處理怎麼樣了 真是不小 今天空中好換流 既然我太太過年了 這是你當家 不太好處理 那我來吧 把今天下午五點到七點 所有人的路線都給我找出來 我來接我太太 停車場的監控也就快兩天了 我說要停車場監控的錄像嗎 我說的是今天下午宅子裡所有人的錄像 都給我找出來 我太太在娘家收了文群 這口氣聽到痛了 二伯母 二伯母 我太太啊 好不容易回死娘家 還被人上去 餓死誰擦肩而過的感覺 想別讓人的精力幫忙 可是在短短段以後 我太太經歷了 是是是 真是苦了心心了 你看出了這檔子事 他父母也不在等 不過你放心啊 現在有我和他大伯母在 我們會好好照顧他的 心心只管在家好好休養 把身體養好就行了 二伯母 您還是把我奶奶好好照顧好 說誰是奶奶 誰都會報 我累了 監控拿到房間裡去看 今晚不回家 老公 老公 真理想 老公啊 你沒事吧 沒事 老公 老公 我這裡沒有你換洗的衣服 我去問我阿發借一下 你穿著衬衣睡覺 也不舒服對不對 你是不是覺得 我的房間就應該擺滿麻吧呀 不會呀 反正你也不是那種粉嫩的人 誰說的 我以前也是很有上癮心的好嗎 都 那我做的 我做的 你是不是說的 你怎麼會做 我做的 你怎麼會做的 這個 你說要做啊 你說我做的 那每個月都在這兒 太誇張了 啊 過來圍上啊 YYDS是什么 YYDS就是永远的谁能缩写 那个我先去弄我二个字吧 哎 他应该穿着合适吧 谢谢二哥 谢谢啊 你为什么不在外面客厅看监控 其实你心里面已经知道是谁谁 我只是 没什么二哥你早点休息 你不是说这里有人要害你吗 还敢在这吃吃喝喝 也不怕被毒死 刚在我车上做的时候我早杀人未遂 就在陪家要把我弄死 是你的话你会做吗 当然不会 这种蠢事连你都不会做 那谁还会做 你骂我 佩馨 你老是 你老是承认吧 你看我不顺眼 不过就是因为你的心上人 马上要跟我订婚了 你越是表现的云大风险 越能说明 你在了 你说的是谁啊 孟随阳 是 是 孟随阳嘛 赏你喽 你 这是我二哥的衣服 没穿过呢 不穿 为什么 我记得你没有螺旗的习惯 你想让我已经睡 那玉玺也不能睡 不用啊 谢谢啊 喂 爸爸今天要下班 让张阿姨陪你好吧 哎呀 我真不是从受伤了 鼻子 是不是比起身体 你的心灵高受伤了 哎 你知不知道 我是向后闺蜜讨论过你 高领之花嘛 就给人一种 可远观不可泄丸的感觉 再加上你又不记你色 你那几个绯闻女友 在接近你之前 就被你逐出圈子之外了 所以 我们俩就觉得 你要么然是断秀 要么然就是 我们俩又讨论了一番 再加上我们当时很喜欢那种端改剧和动漫 我们就在想你是不是也是 哎 你是不是肯定不知道 就在那种动漫 他们都是 啊 我小时那种别是废的 星星 齐少 早饭好了 先吃点吧 不吃了二伯母 这就要走了吗 不多住几天 谁说我不住了 昨晚的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 我会一直在这住的 二伯母 你不会嫌弃我 你不会嫌弃我 怎么会呢 你是陪家人吗 给娘家多住几天 怎么会嫌弃你呢 再说了 你爸妈现在也在国内 我这个当伯母的还不得好好照顾你啊 那就谢谢二伯母了 小剑梯子 跟他妈一个伙子 哇 终于能吃冰淇淋了 三成太太回来了 小梁发烧才刚好 不能吃冰淇淋 黄老师在给小少爷做蛋糕呢 小少爷 小少爷 你放心 小少爷的身体我知道 不会让他吃冰淇淋的 是冰淇淋蛋糕 冰淇淋蛋糕 爸爸今天要去上班 让妈妈在家陪你 好吗 嗯 当住外人的面 我这个当妈的脸还要不要了 不要 不要 小林 听话 妈妈很想你 爸爸也要去上班 你和妈妈玩 好不好 齐少 您就放心吧 有我陪着小少爷呢 不会对太太怎么样的 来 这孩子胆小 其太太放心 不会好好照顾他的 看您的腿也不太方便 要不您去休息吧 这儿有我呢 小林乖 还有三分钟呢 先和老师玩一个菜籽游戏吧 好 黄老师很有经验的 小少爷以前不爱说话 黄老师待了一段时间 才慢慢好起来 小少爷很喜欢黄老师的 先扶我上楼 我先扶我上楼吧 草涂上绿色 天空涂上蓝色 云朵涂成白色的 风轻轻的吹 这就是春天来了 黄老师 你也可以先下班回家了 辛苦了 好 好 洗礼啊 小林 妈妈没有恶意的 妈妈觉得 这幅画更好 不对 老师说不对 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妈妈就见过 橙色的天空 红色的树 还有黄色的草 真的吗 你想看吗 嗯 小学 那你等一下 你看 这个是枫树 嗯 它连成一片火红素火的 还有这个 橙色的晚霞 红色的火烧鱼 哦 还有这个 秋天荒草便宜的样子 嗯 我要画画 好 那我们一起 那蓝色的鸭子有吗 嗯 没有哎 不过小林 你可以把你的画 涂成所有的颜色 什么颜色都可以 因为在梦里 会有蓝色的鸭子 嗯 怎么样 你以前 要是有十分之一的 这么有心 小林也不会对你 那么疏远 我会有一个 是我的儿子 我为什么要跟我儿子疏远 那就要问你自己了 所以到底是为什么 还会写出离婚协议中 儿子归南方这样的条款 今晚他会归掉吗 有点晚了 今晚就不回了吧 嗯 二伯母 昨晚上出大事了 害你的人找到了 什么 什么 找到了 是啊 昨晚就给你打电话 谁知道你电话关机 咱们陪家的人 几乎人人都是一夜没睡呢 你现在快回来看看吧 谁的电话 啊 二伯母 他说凶手找到了 你信吗 信不信 要去了才知道 心心 你可算了 那要怎么办 腿还没好吧 二伯母 昨晚到底出了什么事 真没想到 咱们陪家居然出了内骨 昨天晚上 我都叫汪丽颖的女朋友 出去买菜 到了晚上九点了 还没有 这电话也打 就觉得这事不对价 让管家居一看 这汪丽颖房间里 值钱的东西 全部被收走 一赶二进 赶紧让人去追人 在汽车站 让他追到 真没想到 他居然把主意 打到你身上了 光与 带我去吧 我现在这副模样就是拜年最语 你还问我想要干什么 你就该死吗 好 你自己吃 你害死我 你就该死 给你一个贱人 他刚才说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汪瑞里的父亲 是在那培饰工厂的工人 有一年赶一批货 必须要第二天送到港口 这一批工人就加班加点的干 汪瑞里他父亲就因为过劳 突发中风 送到医院的时候 全都降了 这事也有关 也不能说全是你的错 但是这一批出货是你负责的 而且加班加点的几句通告 也是你下的 事情出了之后是会有追责 这是五年前的事 对 已经有五年了 那这个汪瑞里你打算怎么办 那就送警察局吧 那可不行啊 这是我们培家的家事 要冒工出去 那就成丑闻了 而且还会把前些年 咱们工厂死人的事都翻出来 到时候一想的 可是咱们公司的股价 那二伯五得死 这事都这么算了 那肯定不能这么算了 敢害我们家的姑娘 必须要打不出代价 在家里 要打要骂要关都行 再说了送过公安局去 我们也没有证据 万一他不承认再反咬一口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有让他反咬一口 那 都没有 哎呀我不是说万一吗 这个人啊穷途没落的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哎呀星星啊 你放假回来了你 奶奶要给你做你最爱吃的九份原则 奶奶 星星好想你啊 奶奶也好想你 奶奶也行行行 奶奶给你做去 走 奶奶要给你做你最爱吃的九份原则 妈妈做什么呀 太麻烦了不做了啊 对我我要给星星去做 星星好 我等着 喝喝喝 我陪你做 我陪你做啊 奶奶就是这样 变时好时坏 有时候忘记 也就没事了 那现在这个时候 是好的时候 那个女佣得尽快处理了 就这么一直放到地下室 万一出事 我们家脱不了干系 星星啊 那你看 放了 放了 没有证据 也没有对我造成 什么实质性的事 还是放了 让她滚回老家 再也不能出来 这样也好 就让她回老家 那种穷乡屁养的地方 去过穷日子 再也出不来 我马上就让你去办这个事 我知道了 今晚我还有事 就在这儿说 滚家 来送送小姐 是老房 我送你 你相信是汪丽里做的 监控里显示 她的确去过停车场 再说了 这不是你妈妈所盼望的吗 稀释宁人 不要闹大 谢谢 上次没说完的话 这次说完吧 嗯 五年前 发现孟岁阳出轨 伤心欲绝去酒吧喝酒 那天 和齐飞妍在酒店醒来 被媒体拍到 你刚开始的 你很平静 就像没发生过这些事一样 但是突然有一天 你回来说要和齐飞妍结婚 你说你已经怀孕了 所以就只能让你们麻烦了 你是说我是因为醉酒 那为什么在酒吧的我 会在酒店醒来 大概是你喝醉了 进了酒店 嗯 我知道了 谢谢你二哥 二哥就送到这儿吧 我老公来接我了 对不起 欣欣 她毕竟是我的母亲 小林 老师要交给你个作业 来考验一下我们小林的决心 什么是考验 考验就是 老师让你做的事 你做好了 就有糖果奖励 要是没做好 老师就走了 再也不回来陪小林了 你想让老师 一直陪着你吗 老师不要离开小林 可是你妈妈 不想让老师 一直陪着小林 她想让小林 一个人孤零零的长大 她想把爸爸抢走 还把老师赶走 我不要一个人 那小林恨那个女人吗 好 小林真乖 我们的考验就是 小林要改变爸爸的想法 让老师 陪你读故事书 让老师哄你睡觉 这样的话 老师就会奖励糖果 小林一定会得到糖果的 早上跟着王莉莉 黄老师 就让我来陪小林睡觉 好 那小林 老师走了 让妈妈单独陪着你好吗 我要老师陪我 好 老师不走 对不起啊 七太太 不如让我陪小林读完这个故事吧 小林 再吃药 嗯 快点 吃一个药 老师这里就一颗糖吃 都快要睡觉了 小孩子这么晚吃糖 会长猪牙的 这不是折糖 是木糖醇 而且小林一会儿会去刷牙的 对吧 嗯 三分钟 黄老师 出来一下 麻烦黄老师说一下 小林的早教课程 好 小林现在的早教 主要就是绘画 做一些集中注意力的活动 游戏 加强小林对数字和色彩的敏感度 你很专业 和齐家给你开的高薪能相匹配 嗯 好了 黄老师你可以先回去休息 但是小生意刚才谈 有我和我谈谈在 好 那我现在就走 我先交驾车 这里是富人区 不大好交车 哦 我叫司机送你 以后你下午到了下半点就可以回去了 也没有必要等我回来 有张姐照顾小林 我们也没有必要再给你多开一份保姆的公司 老师 老师 你怎么还不上来啊 老师要走了 小林乖 今天自己睡好吗 不要 不要 我不要 好了 那就麻烦黄老师带他去睡觉吧 至于薪水 我会额外开 进来 什么事儿 当然是给老公大人准备宴箱了 好了 你可以出去了 还有事儿 老公 你有没有看最近公司的合作项目啊 你觉得怎么样 嗯 我来给你按摩一下吧 我来给你按摩一下吧 我的技术可好了 我来给你按摩一下吧 你每天日理万机肯定很累吧 嗯 嗯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你要不赶紧换那衣服 你帮我换 那蛤 怎么 不如你放的地方 怕了 我没之前不去玩过很多次了 玩事儿我就签字 是啊 玩 你怎么认 这就是嫖子呀 你要是这么认为爱也可以 反正咱们以前也是这么玩的 一冠几书 泰泰 早饭给你准备好了 我不吃了 我要赶着去公司报喜呢 定总可等着我呢 合约去给我试试加薪呢 走了我先走了 睡好了 好了呀 要不然走了 走了拜拜 哎看看看 这不是小公子吗 旁边的美女四岁啊 不会是骑手和那个女的离婚了 这是他新年朋友吗 老师奖励 小林真乖 老师给你奖励 二十四你办公室 嗯 哎你好 你有约吗 没有约了 麻烦天下表示后联系你 哦 不好意思 我叫裴欣 帮我转下那个 哦 你怎么来了 来接你啊 不好意思 我是新来的 没关系的 你很负责 走 人家郑姑娘娘在呢 她们下起什么后 其中的菜菜好温柔啊 老师快教我啊 老师快教我啊 那我也可以教你啊 爸爸快看 厉害呀 谁做的 他 他是谁 嗯 好了 爸爸要去开会了 你和妈妈好好玩 要不要我叫你啊 请进 齐太太 您来喝点水吧 正好我去给小林接点水 齐太太 您先慢着 小林不喝直饮水 小林 你要不要喝你最喜欢的橙汁 嗯 我要喝 黄老师 我并不反对小孩子喝现榨果汁 但人体所需要的水分 还是要从直饮水中活去 并不是从水果喝菜中 黄老师你知道吗 小林已经不爱喝水 齐太太 您不知道 小林她不喜欢喝水 而且果汁也只是偶尔喝 黄老师你可以出去了 这里有我呢 齐太太没有经验 还是我来陪小林吧 你结过婚吗 没有 你生过孩子吗 没有 那你养过孩子吗 我精通三国语言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由我的丈夫和我的儿子来评价的 外人 不配 你别把心思打在别人丈夫的身上 别人东西你少泡 别人怎么脏 你个贱人 我最后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 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少碰 否则我对你麻烦 你其实早就知道黄雅对你的心思对不对 你是想借着我陪黄雅演出戏 让他彻底死心 谁知道呢 他竟然对小林下手了 你不聪明 你不聪明 他想上位怎么对你我管不着 但他这算盘绝对不能打到我儿子在这 你干什么 我想换掉杜杖老师 如果你不想换的话 那你就把他叫你公司房秘书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只要你不 你属狗的呀 我正在谈这种事你怎么起来 不能 约你一趟真不容易 最近主要是在家拍拖子 看到你现在这样 我很高兴 我们以前很熟吗 这个地方 三年前我们来过 当时对你刚生成完 虽然是笑着的 但我可以看出来 你一点都不开心 飞鲜 那天你是被齐家赶出来的 可以看出来 这会我给你过得一点都不好 你真的不再讨厌一下你的以后吗 江总 虽然我忘记了一些事情 但我能看得出来 你是我很信赖的人 但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虽然齐飞炎有时候脾气确实挺大的 但我能感觉出来他对我很好 这五年的事情我会去查清楚 所以我现在还不想放弃我的家庭 谢谢你了 那我就先走了 谢谢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记住 我会一直站在你这边 谢谢 西飞炎 我能相信你吗 怎么穿这么少 暴露了怎么办 怎么了 老公 我以前是不是特别烦 怎么会这么晚 那你是不是很讨厌我 讨厌到刚生完孩子 就把我赶出家门 这件事情 对我要向你道歉 那个时候我们刚结婚 关系并不好 是我没有保护好你 是我疏忽了 那你要怎么向我道歉 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呀 齐家大院 哇 好漂亮呀 这些都是古董 可算完整的 大嫂 化妆师造型师人都齐了 咱们开始吧 好 开始吧 嗯 这条旗袍适合您 妆容的话 您看适合要什么样的妆容 怎么样 很美 哟 咱家睡啊 对 那刚好 今天晚上有个项目 你帮我参考一下吧 可以 走吧 季一开又让你干什么了 让你不要跟他走那么近 行老妈 好 你不让我说 我就误说了 但是那个小兔崽子 绝对不是流往后冒险 你要防着什么样 嗯 咱们 今天咱们母子俩你喝一杯 沛心塌起 咱们娘儿俩 你好久没有坐在一起喝酒谈心了 以前啊妈妈总盼着你长大 因为你长大了 咱们娘儿俩就不会受旗下人的欺负了 是你现在呢终于长大了 翅膀也硬了会飞了 妈妈多希望回到你小时候 起码你整天在我身边 我能整天看着你 妈 刘婶给少爷把酒满上 是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怎么着你也是家里的老人了 怎么做事还没个年轻人做的一组 少爷对不起 我刚刚手抖了一下 没事 没什么的 我先去换点衣服去 黄雅准备好了吗 嗯 已经在了 太太太太小少爷在房间里玩 把自己锁起来了 门也打不开 少爷在忙 我不知道该找谁 只能来找您了 他人没事吧 他带我去 他一直锁在房间里 我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 你快给我走吧 你看他就是这里 小林 看他 你再不看到我都忘记了 太太 你稍安勿躁 这样 都是夫人交代的 公私 好 是 嗯 我 姐姐 怎么夸大了 今天怎么收着鞋 啊 啊 行 我好热 我不行了 筹筹我吧 走 啊 啊 行 上去給我你 一場 一場 看到了吧 多謝江女士 让我看了一出大喜 哼 不客气 齐家容不下你 你连黄雅都不如 何必非要站着 齐太太的位子不让呢 更何况 你本身就不是一个贤妻良女 现在离婚 对谁多好 我儿子呢 江女士 如果不想我现在 齐家在齐家闹得太难看 就把儿子赶紧还给我 否则通了这岛子事 我们把齐家搅的机器 还能倒着他 太太 我叫司机送您吧 不用 慢走 走吧 福人 少爷 方少爷出来了 是 非烟 六婶刚熬了粥 喝了 哎 非烟 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我是你妈 不是 你是齐夫人 你是乔女士 不是我妈 非烟 非烟 急派 夫人 你没事吧 没事 你说她是不是生气了 啊 可是她的黄雅 也没什么白事啊 啊 一个女人儿媳 对了 黄雅还在楼上 是的 赶紧你进去 快 那去给她喂药 如果再怀孕了 就难受场了 知道了夫人 我现在就去 打呜 你别碰我 你别碰我 恶心 我玩不过你慢慢 该看的不该看的 我全都看了 你还想说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答应了 我都已经在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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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 别人 你在老朕还没有够吗 你从别的女人生日假日到我的床下去 你真是让我自己自己 我再不要当吉他太太呢 谁爱到谁的 你反正不是说这话再也是我提出离婚的吗 那死当我同意了 我同意离婚了 也随了你们阿远 你我都可以解脱了 解脱 那五年前你费尽心思嫁给我就是为了现在的离婚嫌疑说 你真的想你 我为你你真的想你吗 你别碰我 欺费你别碰我 我真的不愿意 真是不好意思啊这么难叫你过来 没事 反正我在医院值班 你自己疙瘩 你怎么知道是他自己疙瘩 除了他自己 谁能进他的身 他学过格斗 真的是你自己疙瘩 嗯 太难了 我没碰到 我把他打晕了丢进了浴室 那你刚才怎么不说 你倒是给我机会说啊 不过 刚才还挺爽的 按照齐太太的意思来说 偶尔晃晃口味 增听一下不激情趣 哎 你真的要跟我离婚吗 你想离吗 我说过 离婚的话语学在你 那我现在才不要离呢 如果我现在离了 岂不是跟姜女士低头 我才不要 以后 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 哎 去邪家大院 把他围起来 别让他出来 那要是夫人反抗 那就把他绑起来 果然那批货出问题了 被海关加上了 怎么了 做噩梦了 老公 嗯 我想知道 骑士集团的产业有来些 嗯 你不要骗我 骑士集团作为一个多领域发展的公司 海外业务有 芯片 医疗器械 还有东南亚的智能管架 我这块都是由一开在负责 一年前刚刚成立的分公司 东南亚 其一开 怎么了 被噩梦吓傻了 怎么开始问起骑士来了 没有了 我只是在想 我做你的妻子 都没好好关心过你的工作 嗯 你只要别把我关到门外就行 你做好你自己就行 不用可以去做齐飞也的妻子 嗯 嗯 嗯 黄老师呢 黄老师呢 我不要你跟坏语人 小林 你听我讲 黄老师还有自己的家庭 他也是要回家的 小林 你也是有家庭的孩子 你也不能让黄老师不回家 对不对 不对 黄老师说了 他唯一一直陪我的 小林 小林 我为什么会坏语人 为什么推妈妈 我没有妈妈 给妈妈道歉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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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做错了 爸爸给你道歉 啊 你先说去 我跟他单独聊会儿 妈 你先说去 你先说去 我跟他单独聊会儿 嗯 对不起 小林 小林是不是男子汉 是 爸爸也是男子汉 但爸爸知道 做错了事情要道歉 小林不知道吗 知道 那是不是该给妈妈去道个歉 我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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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一顿 你 我没有妈妈 你没有妈妈 你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 爸爸带我来的 胡说 爸爸不能带你来这个世界 能带你来这个世界的 只有一个人 就是妈 可是黄老师说 是爸爸带我来这个世界的 我妈妈就没有管过我 小林 坐好 妈妈今天告诉你 你是妈妈肚子里滑碳石柜的宝宝 你在妈妈肚子里面坐 然后又滑开妈妈的肚子 你知道这样妈妈有多疼 至于这些年 妈妈没有采与你的成长 是因为你妈妈得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病 将她妈妈病好了 现在妈妈都病好了 以后就可以回来陪你了 真的吗 妈妈真的得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病吗 对 妈妈 这是生病了 没有丢下你 疼吗 疼吗 妈妈妈不疼吗 对不起 这件事我没好好照顾 没事 只要妈妈无神秘就好了 小林睡了 今天怎么这么主动 谢谢老公 谢谢啊老公 不用谢我 是我当时没有照顾好你们 进 副总 您上次让我查的照片我查到了 这个新闻确实被人封锁过 资了好大的经济查到了 齐飞言说是我设置骗他上床 不对 这件事一定有问题 这件事我会继续查的 你现在帮我去查一个人 是 请一个 为什么谈合作要选择这种地方 副总这次客户是怀孕的王轩 您等我一块进去吧 没事 我先进去 你们稍后赶紧过来就可以了 白副总 我等你半天了 去那边去那边 白副总 你好来晚了啊 这不得自罚三杯啊 三杯哪个啊 我自打六杯 六杯啊 哎副总果然是女中豪杰呀 来来来来 副总这边 王总 您看 您跟我们公司的项目 也谈的差不多了 是不是可以先约了 不急不急 哈哈哈 王总 王总 您看还有哪些问题 我再通知他们去 哎没问题 没问题 嘿嘿嘿 谁有这么漂亮的姑娘 那怎么会有问题呢 呀 啊 啊 你这是什么恶心的东西 真叫人恶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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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贱人 当初要不是因为出了那种事 你当初你说的女人 哈喽你干什么 来啊 过去追 嗯 你跑什么 嗯 没事 没事 跟我来 啊 为什么这么晚还在这儿 还有人追你 我是来谈合作的 和谁谈合作 环宇的王轩 你知不知道那个人什么德性 啊 那你还敢来 没关系的 他刚刚想摸我 我直接抱了他头 有没有受伤 有没有受伤 老公 好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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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 女人 以后还来不来这种地方 不敢了 不敢了 二哥有什么事吗 王莉莉死了 我说是服毒 服毒 是我派出去的人 给了消息 你不是不让他出复县那个村吧 所以我特地派了他们自己的人给盯着 谁想到 他居然自杀了 自杀 二伯母怎么会知道他是自杀 都是喝了农药 满满的硬活 第二天早上才被人发现 神斗已经死透了 这也是他的报应 欣欣 这下你就不要放心了 害你的人已死了 我这半年内出了两次生活 这一次是汪莉莉 那上一次又是谁呢 我倒是想知道 到底是谁一直想让我死 哎 去哪 复兴 老汪家这几年是遭了什么灾 连续几年死了好几个人呢 是啊 听说赔了不老少的钱 这一次看又自杀了 是啊 生个女儿都是赔钱货 还不如老早叫人算了 走吧 为什么不直接送去给法医师姐 家属之一不让时间 要在这里已经够三天后想了 死者家 是死者的舅舅和舅妈 没有职系亲属 所有相关手续 我们先来办 怎么少了一夜 五年前 给 五年 五年前 我发生了什么 裴家死了人 是我和你有关系啊 我也不清楚 裴家封锁得很严 我 嗯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 当时我在国外 和裴家交集也不动 只是在新闻上就扫过那么一眼 之后就没什么消息了 如果你想知道真相 我让陆克去查 只是五年过去了 查起来可能比较麻烦 不用了 所以我被人了 最后喝了 不,其实我都会让我一遇網 你怎么能够伤害我 我小小小 Это 老婆是球 别碰我 别碰我,别碰我 不,别碰我 不要 有种噩梦了 来 时间你就别去了 我验了 家属已经签了同意书 命令你早就送到最近的时间了 我想想 这怎么办 要谁让他们 闭嘴 这就是我自己办法 什么办法 只要让少爷能放过我们 少爷 让我怎么都行 疼 疼 你的骂装做什么 是白天那个村民 什么都懂 看好 心手不如 让开 又 又来一转 又干什么 你要多少脚都可以 帮我弄走 小美人 你可比万家的小乌鸦好看多了 我怎么能选择 放你走呢 别碰我 他妈的是不是也看不起我 说 你是说 往那里他也看不起你 别跟我提了 小剑 他看不起我 我就弄死他 你可比他好看多了 我怎么能选择 放你走呢 啊 啊 去吧 搞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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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后面好 搞火了 搞火了 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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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火了 搞火了 洗手了小心 就火了 不要闹 就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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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老火了老火了 你先站那点别过来 那女人呢 跑了 这些救你 是 都烧了 没事了没事了 人们是就好 人们是就好 哦对了 我发现汪丽丽的死 和那个村民有关 我还救了一个小女孩 她人呢 在那边 我带你过去 你这怎么回事 没事 就被一个恶心的人给打了 我已经打回去了 你先回去吧 这里有我 嗯 你放过我吧 我什么也没看 说 王立的死 和你有没有关系 王立不是自杀的吗 跟我没关系 不说是吧 看来你是不想要这个事 说说说 我说王家小姐的死 跟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 我只是睡了 有一个人让我这么干 他给了我一笔鞋 我想着还有这种好事 我就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 第二天他就自杀了 那人长什么样子 我正开进入他的车 他给了我一笔鞋就走了 哪只手碰的他 看来两只都碰了 两只都给我碎着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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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哎呀 你呀 你可好醉啊 别再生气了 啊 放心 没人敢对你的尸体做什么了 哈哈 哎呀 虚情假意的 我看他的死跟他们脱不了什么 干系 放心 我会查清楚的 哎 哎 都不笑 我自己不安 哎 这个小女孩叫没面 情网他的人呢是他的继父 小女孩已经七岁了 他妈也给别人跑 你就是他爸 想着等着小女孩长大了长开点 你就能嫁人了 还能买个好嫁去 这太不吃东西了吧 真是个猪神 我一定要入客把他给废了 谢谢老婆 那我们可以现在里面回去吗 那他先安选 好 来 嗯 要都干我脸上去 他怎么给我来电话了 谁啊 就我那个表姐 李心童 欣欣啊 我下周婚礼 你可一定要来啊 你和齐少可都要来啊 好呀表姐 我一定的 齐总 还是您有先见之明 让我们的人提前尸检 要不然尸体这条线索就断了 结果如何 身上有多处余痕 是特殊道具所致 我们的人检查了他的下审 没有处理干净 死前他在遭受性侵 你确定是中毒 对 面部和口鼻都出现了剧毒 不过 没有办法进一步检验 是在过程中毒发 还是之后毒发 不论所说那个 叫少爷那个人 我调查了汪莉莉的舅舅舅妈 发现两周前他们的账户上多出了三十万 但是跟踪之后 并没有发现他们与什么可疑的人接触 应该是那个叫少爷的人主动去联系他们 但是我认为 他一定不会放个汪莉莉的舅舅舅妈 你派人继续盯着 也派人保护一下夫人和小若也 是 真好看 小林 你觉得姐姐穿这些小鞋子好看吗 好看 我可以不穿裙子吗 好 我们不穿 新鞋 这是 我去了趟负险 你去汪莉莉莉的调查了 这种事情 交给警察署就好了吧 幸好我去了 晚上就有人 别人带政治权给烧了 你烧了 这 这事 不是偶然吗 二伯母你知道这件事 二伯母觉得这是偶然吗 哎呀 管他是不是偶然 那也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呀 只要你平安回来就好 以后啊 可不能再一个人设想 好 多谢二伯母 哦对了 我突然想起来 汪莉莉的遗言 什么遗言 就是正如我看了一遗 上面说什么 他早就该死了 五年前就该死了 早晚都会遇到他 那他这个在哪写的呢 一个日记本被警察带走 啊 啊 新鞋 那你早点休息 先回去了啊 嗯 二伯那就好了 你二伯母来过啊 老公 你明天要陪我去李心童和孟苏阳婚礼吗 你说我去不去呢 我看你先别去了 让我先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呀 谢谢 欢迎你来参加我和孟苏阳的婚礼 哎 齐少子们没来 啊 他有事没来 这个是我特别为表姐和姐夫定制的结婚礼物 你给杯子 特别能装 谢谢 谢谢 赶快见 嗯 这不是我们新童大美女吗 今天这身衣服 真漂亮 要不 我们趁洞房花烛夜之前 先好好玩一看 王彪 你再不要这么跟我说 我今天叫你来 是有事情要交代给你 我要这个女 在A学生败名殿 我先给你砍里面打十万 事成之后再给你打四十万 方轩交给我吧 今天的新娘子 真香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 我想找你聊聊 姐夫 我想我们没什么好聊的 谢谢 当年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闺蜜心跳 我一直都很喜欢你 你今天过来就说明你还爱着我 不想让我去别人 是不是 你未免也太自裂了吧 我老公活好钱多 我疯了吗 我爱你 谢谢 喝一杯 谁啊 我不想喝酒 乖 就一杯喝不醉的 好 你不想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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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喝酒 喝酒 你不想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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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sh I could pretend I didn't need you But I bet it touches you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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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true 欣欣 喝酒 好啊 哎 表姐 姐夫好像在那边叫你 欣欣 虽然没在那儿 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来 喝酒吧 嗯 这些头发都没得正备好了 来了 宝贝 大宝贝 我 你看 这 什么 什么 干什么 啊 怎么是你 你可欠人 我说你安排不住就 就不找平衣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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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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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不是 你听我解释 不是我干的 一定是 哦 裴裴裙 你是裴裙干的 我求你 啊 啊 你不问题了 啊 啊 自作你也不可忽 老公 你看我今天聪明不 聪明 聪明 你怎么能买到警察局要求查看汪林里的证务被警察拒绝了 我料到了 帮莉莉日记本第那一页 肯定和他有关 来 哥 多快点嘛 你快出去 放心 没人来查 我要看汪丽玉的迷雾 警方拒绝 你说警察是不是已经对我一无所谓 你慌什么 他们没什么证据 都是因为彭信 我以为他失忆了 这一切都翻篇了 没想到 就是作画心 慌什么慌 三访到现在也没什么动作 说不定 现在对着儿女在国外度假的 你真是闲吃萝卜蛋 你别忘了 他现在可是有齐飞严 齐飞严怎么了 我们也有后台啊 你先不要等着人家还没查上来 你自己先乱了正脚好 放心 那里面没什么 那玩意金贵的 我能给你啊 你给我吃 你这么黑单人 谁想的 小心点吧 你别回头给抓紧去 放心吧 你知道了 我会小心的 绝对不会让他们抓着把柄 明明姐姐快做 明明姐姐快吃 明明 你要多吃一点 吃个鸡蛋 再吃一点菜 你是不是想留下明明了 我只是觉得 小林还挺喜欢明明的 算了 啊 对了 你这是要带我去哪 赵 你第一次收获的车修复我了 咱继续判刑 哎呀 星姐你可来了 车里包拉好了 嗯 我 以前就喜欢这样呢 把事儿包成这样 可不太容易 不过你放心 钱呀 技巧也结清了 啊 里面没人动过吧 里面没人动过 该把钱还是反应 就是那个行车记录 你也好像找不见了 不知道有票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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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带你去医院 没事 只是想起了一些东西 想起了什么 想起了 车子翻了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拿走了什么东西 不对 是文件袋 他拿走了文件袋 文件袋 对 就是文件袋 说我就是他做的 好 我知道了 我会杀钱叔的 你好我找随位 徐医生不在 但是有值班医生在那里 他就过去 你是找徐医生看诊的 我是病人 我想查一下五年前关于我的病例 资料显示 你在五年前 为精神专业 回家人送来到我们医院 但在一个月后 被犯署了出院手续 取一位医生 给你开了徐医生无疑 你是不是 是精神专业 我需不需要自己查一下 啊 不需要 谢谢啊 太太还没有回来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副总今天下班后就开车出去了 开车 帮我查一下这辆车的行动轨迹 哦 啊 啊 我的 germ 当然 我 四十幾年 對 幾年 我可以去 啊 啊 啊啊啊救命 嗯嗯嗯嗯 啊我 你有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 你放开我 干什么呀王总 这么点时间就等不及了 你看你真是你那货色 还不是看到你们陪摄的面 哟 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要不是因为这小蹄子杀了人 这么便宜了你我不 明天尽快 把他给我送到我的房间 您那两口多次 走 呸 老死我 等着吧 以后有你好受 啊谢谢 是我 啊 西非啊 什么啊 老婆专家给的结论 受到自己相继的一些浅化的事 可以重复相似的场景上 可以相信以前的事情 注意一下 五年时间黑色到底发生了 谢谢 谢谢 为什么 只是噩梦吧 什么样的啊 忘了 就直接的是噩梦 很可怕 到底是梦 还是 夫人张姐带着小少爷来了 小林 绵绵 张姐 太太 您没事吧 这是少爷让我在家熬的排骨汤 给您送过来了 妈妈 你这下没事了吧 妈妈没事 绵绵 到阿姨这来 绵绵真乖 阿姨不在的时候 也要记得好好吃饭 知道了吗 不要 小林 你进来 什么蛤 不要 我怕你 什么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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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夫人 你别站外面 夫人你想跟什么 陆主理 你跟着齐罪言多久了 老大 你跟着 这么久了 那你知道 他身边也不要去欺负别人的 少爷上面确实就有很多女人 但是心里你觉得只有夫人一个人 陆主理 你说话真是滴水不浪 哎想知道为什么 就不问问大事 哎夫人 我可什么都没说 哎呦你关灯干什么 你不看看人家的体验啊 总家医院病库就你家的室 哎呦你上这儿干嘛呀那边有沙发 你别看见了 我别听了 哎呦真不好意思啊 惯醒惯醒 惯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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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想知道我心事 不想 真不想啊不想 真不想 真不想 陪你妈 什么想我想我想 我想跟你聊一聊 你怎么就同意和我结婚了 那边我双手 不知道什么叫对手啊 你呢就对我穷尊重 每天给我见面 还要让我对你负责 我怎么感觉你在开玩笑 真的 你当时都被歧视的 加过了一个一级人员 我觉得我不像是那种 有心心的处断女孩 你们男生不都喜欢 黄雅和李星平的女孩吗 你自己签懵orde 的 反正 你看 你这哪 我 是不是 你真的 我 不客气 不客气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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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打到安静 快點了 再給他下手安眠他用 行玩回去去 要安靠給我體啊 陳總 警察就那邊來電話說 要給陸妍辦理職員手續 但突然不行 要是小少爺在這兒就下了 也不是小便便 好 小少爺有個鬧 小少爺 明明只是換了個地方生死了 哪有他自己的生活 不能一直住這兒這樣 狗爺別走 是的夫人 少爺早還要收拾東西 先下去 八五姐姐 明明他們到福利院 小姐今天給明明辦手續比較忙 我給你打電話了 剛才上午去醫院的時候你還睡著 是齊先生把孩子帶來的 放心現在明明已經到福利院了 好的謝謝 小林 明明姐姐她去福利院了 這樣 你以後如果想他我們可以一起去找他 嗯 為什麼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呀 他沒有 他沒有朋友沒有家人 好幾星期都沒人看他了 啊 是你 快算了 別管他 他心情不好 再說了 你們走了就應該跟他說一聲 是我們小的不說去 你還這麼關著他 我怎麼能不關著他呢 我現在都已經成為壞碼了 哦對了 我正好有事跟你商量 你说 我要亲自给小林挑选早教老师 在我挑选合适的早教老师之前呢 不要让他上早教课了 他已经上幼儿园了 在家呢我可以自己辅导他 如果你放心 那你就可以自己亲自 好 怎么 你这么快就把黄远放下 看来我昨天晚上还是不够给病 老公 我错了我错了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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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还是赶紧去看看儿子吧 你 快去啊 是 聊到哭一会就好 你这个当地人怎么能说是这么不责 你今天晚上要是不把兒子弄好 你就別想上床睡覺快 好 那你嘗嘗我怎麼做 罰你跪鍵盤 而且還設限中 高健位的機械鍵盤 我這就去做 快去啦 喂 你好是徐醫生嗎 我是沛西 你好沛小姐請問有什麼事 我是想了解一下 關於我的病例 這樣啊 這幾天我都會在醫院 你抽空來趟醫院吧 我們當面說 好的謝謝 那是哪兒 啊 我談合約了 啊 我先去洗個澡 太家 齊二少爺來了 齊一凱 他怎麼回來了 嫂子 我是來借你去拿照片的 全家福的照片已經準備好了 我開了車 挺好的 嫂子 現在身體好點了吧 好多了 因為我哥說 嫂子現在的記憶還沒恢復啊 嗯 目前還沒恢復 哦 我這邊正好有朋友是神經外科的 嫂子需要的話 這時候就可以回去 不用了 我想有時候忘記一些事情 也未必是壞事 嫂子就沒有想起一點記憶 要是能想起一點的話 都是可以恢復的 沒有 嫂子沒事吧 沒事 一看 我今天有點不舒服 我就先走了 照片你跟我出去吧 嗯嫂子還是我送你開 不用了 我先走了 慢走啊嫂子 喂嫂嫂 來借我一下 她想起來了 徐醫生 我失意了 失意 嗯 前段時間我出了車戶 醒來後就什麼都不記得 這段時間 我一直陸陸續續的記起一些事情 但我實在放心 是忘記還是現實 放鬆你了 跟我來吧 徐醫生姐先坐吧 徐醫生姐來找我 是想知道關於你的病例情況 還想找個記憶呢 我都想知道 五年前 你確實有過精神弄創 當時你家人把你送回來 情況很糟糕 那不至於遇到什麼陰病的人 但是你家人 好像並不想治好 只想挖掙 後來你二哥找到我說 不想讓你待在這兒 說有人要害你 我就給你開了抽牙證明 沒過多久 就在網上看到你和其上結婚的消息 徐醫生 我想知道 當初送我來的 是陪家二婦人 對 好的 謝謝醫生 那我今晚就不打扰你們 副總你沒事吧 副總你沒事吧 你別看他 你真是什麼貨子 我還不是看在你們陪似的面子 你說這個話我就不愛聽了 要不是因為這小蹄子殺了人 怎麼能這麼貼的 我不管 明天盡快 把他給我送到我的房間 不要過來 我就把你們小賴可樂事 抖出去 五年前 我發生了什麼 陪家死了人 是我和你有關係啊 我也不清楚 陪家封鎖得很嚴 副總你怎麼了 我去找醫生 不用 你去哪兒看 這不是真的嗎 這不是真的嗎 副總 不要 不要告訴你 副總你臉色這麼差 真的不用去看醫生嗎 小小 如果你有一段 很不好的記憶 你忘了 你想把他找回來 當然不會 都說的是不好的記憶 那忘了也算是件姓氏 送我回家吧 金總 這是徐薇的資料 徐薇醫生就是五年前 夫人住院時的主治醫生 她是個精神科的醫生 五年前 裴家確實發生過一件大事 裴家老大 也就是夫人的大伯 被鈍器所殺 據當時裴家的佣人 所看到 是夫人親手殺害的 裴家老夫人 因此精神錯亂 而夫人被裴家 認定為兇手 想要把夫人 關進精神病院 但是在關進幾個月之後 裴千又把夫人 接了回家 這件事被裴家 封鎖得很嚴 我們的人 費了好大的功能才查到 裴靖智的死 你們三校 到底是什麼 裴靖智這個人 痴迷於化作 無心商業 但裴家老夫人 卻很喜歡這個兒子 一心想讓她繼承裴家 至於她的死因 我們還不清楚 但是裴靖智 對夫人從小就很好 夫人沒有理由去殺害她 而且裴家大少爺死了 也沒見他們報警 我認為這件事 沒那麼簡單 裴氏 裴氏 Shut up 你去查查一下裴氏的二方 行 你醒醒来 自飞炎 你要做什么 说 谁拍点了 你吃个藏鲜饭我报警 这包的鞋真的不是人穿的 干嘛不是脚疼吗 齐总你这技术可真不错 要不你别当骑士总裁了 你去当男公官吧 你这个技术肯定能拿头拍 我你舍得吗 舍不舍得啊 你为什么不舍得的 当时我在找呗 我正是成熟女人现在可吃饭了 等你又到 老公 你说我要是一直不恢复记忆该怎么办 不恢复就不恢复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怎么这么晚 没什么 我突然想起来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叫过老婆 肯定是的对不对 你从来都没叫过老婆 嗯嗯 对 你刚刚安脚的你就摸我脸 脏不脏啊 哎 脏死了 哪我没碰的 你嫌弃 我嫌弃 我嫌弃 那我就让你更嫌弃 齐总 夫人今天去了医院找了徐卫 出来后情谊好不好 知道了 我希望你永远也欺不起来 永远都是快乐的 快点 老婆 家二少来喝杯酒吧 来一碗吧 二少 我以为你要告诉你们 我现在听到这儿说话 啊 学生学生不敢了 我们不敢了 你就饶了我们吧 别再让我听到这两个字了 哎 哎 哎 怎么样啊 那批货已经到达A市 我已经安排你去做了 啊 我那个健身嫂子呢 担心去找过学历了 应该过不了多久 我就全部想起来 齐飞檐那边 目前还没有什么病 你今天要不要掉齐心了 我做的事照点几 找拼了点 明白了吗 是 是 韩哥 可爱 你的日子不得太舒服了 别舒服了 有点太久了吧 绵绵姐姐呢 觉得自己长得美 其实还不是个哑巴 她不是哑巴 我听过她的声音 她的声音就像男生一样 小林 你去哪儿 小林 来了小屁孩 真搞笑 你在说什么 你是来临养小孩的吧 我就是你们口中小屁孩的妈妈 你是个大人 还想欺负一个小孩吗 那你是个小孩 就可以欺负别家小孩吗 好 我才不给你一般见识 绵绵 她们是不是经常欺负你啊 院长 这件事情啊 真的很抱歉 我会加强 对孩子们的教育工作 叫老师 严加点劲 院长 绵绵她以前受过创伤 所以你以后 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这个我知道 裴小姐 有一根父母呢 不能僧育 特别想能用这个孩子 可一般领养的不都是五岁以下的吗 她们为什么要领养绵绵啊 这是养父母的资料 她的父亲呢 是名律师 母亲呢 又是银行支援 她曾经有一个女儿 放出家时候 一岁是妈 她们呀 觉得梦绵和她真的特别像 可我看她们的资料 才三十岁左右 那如果她们领养了绵绵以后 又有了亲生孩子 该怎么办 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啊 我们重点 不能生育的父母双方 都放在了首选位置上 可是 也不能说 这是绝对的 既然 有人养孩子的资料 就已经是 通过各种的审舍了 递上去的资料 也是很难备的 绵绵 绵绵 阿姨有个问题想问你 如果有其他父母想要领养你 让你当他们的孩子 你愿意吗 绵绵 要是 你要出门啊 嗯 明天晚上的旁白 要出国一趟 我可能要去一个星期啊 我把米娅带走 录制给你 一本事什么事啊 你找他就行 你要干什么 我想和你一起洗 你不是刚刚才洗过吗 怎么还要洗 那你洗吧 我就给我洗 哎 一起洗省水啊 我要出国一趟 你就没有别的反应 抱歉啊 我最近一直在想绵绵的事情 所以 老公要出差一周我也好舍不得呀 绵绵怎么了 有一对夫妻一直想领养她 我不放心 没事 就把资料给我 我要陆克去查一下 谢谢老公 你好院长 木棉的领养手续都办好了 那对领养的父母 不领养木棉了 为什么 因为木棉不会说话 而且走路 看起来有点问题 那对父母本来觉得木棉长得好看 但是又借足了一次 又改变主意了 你们福利院办事就是这么不靠谱的吗 怎么什么领养父母 都可以对孩子直说话教的 你们知道这样子 会对孩子心灵产生多少创伤吗 如果有疑虑的话 就应该直接拒绝 而不是再到孩子面前去 裴小姐 你这是怎么说话的 我们院方也不愿意出现这种问题呀 可是领养手续办好之前 对方也有可能反悔的权利 不过裴小姐 你不用担心 来领养孩子的父母很多 木棉 也一定会有人领养的 他不需要 太太要出去啊 晚上回来吃饭吗 晚上回来都准备一点饭 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小林妈妈 我是幼儿园张老师 小林丢了 什么 我睡后还看见小林了 吃水果和户外活动之后 他进到教室来点人 小林就不见了 有孩子说 小林说什么要去找姐姐 好的 我一会给你打电话张老师 有一个小朋友把我从台阶上推下来了 是谁 我认识是来找木棉的 木棉在哪里 刚才看见木棉 怕这那个小孩跑了 早人 马上搜一遍 床下 柜子里 也不要放过 先等等 把保安先撤了 沛小姐 让孩子来福利院捣乱 这件事情 我们不得不说一说吧 院长 先别叫保安进去 会吓着孩子的 我这里有我儿子的电话 我会给他发消息 他们会出来的 还以为有什么办法呢 这是让全员的人看他耍把戏 是他推明媚姐姐从台阶上滚下来 我才推着他 明明别怕 这是阿姨的朋友 带你去医院 沛小姐怎么不走 院长 你盼着我走 我偏不走 我要掉监控 你凭什么掉监控 凭你说我儿子故意推人 既然你都说了 那我倒要看看真相是什么 掉监控 事实如果如此 我就赔他医疗费和精神损失费 唉 也就是小孩之间的追跑打闹罢了 正常的事 正常 那我儿子没推他 他脸上是伤哪来的 这是上午自己玩的时候 摘的 不是他推的 是你推的绵绵 我会私下里好好教导他的 不过孩子多 这也是难免的 他犯错误就是难免 牧眠犯错误就该罚吗 你怎么能这么说 我刚才也是没有搞清状况 没搞清状况 你就乱抓人 院长 你的意思这事就这么翻篇了 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嘛 我本来自打算找到牧眠 并没有打算怎么办 你这是胡搅蛮缠 请离开 你 是吗 既然作为医院之长 却无法断平一碗水 那这个院长也就不必当了 你是谁 是能让你立马离职走人的人 我会让陆柯找一批新人来教育这群孩子 他们以后也不会侮辱其徒 你是会读新术吗 对啊 只对你管用 我才不相信齐先生选老师的眼光 譬如 譬如你的黄老师 儿子 跑 你不是滴满的好办 那我可以有人念双腰吗 不用你 我一句话就跟本人的事 你又要去教肩膀 又要跟院长办法 哎 我没说这些啊 谢谢啊 那个 子昂的名谊问你吧 我不同意 为什么 如果你是担心 弗利也对她鼓励 不用以我的名誉 去把她送进去 我每年都会给弗利安娟一笔钱 她也不会像以前那样 磕磕她 嗯 她的便 我会给她一身似的 有最好的衣裳 最好的衣裳 我会留下什么后衣裳 她也可以像普通孩子一样 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长大 那你到底为什么不跟你 我们资格不够 借口 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怎么会被审查四个半只脚呢 不过你想的话 我们还会有自己的孩子疼 医生 这个是旧伤吗 是的 应该是以前歪了脚 伤到了骨头 却没好喝休养 导致骨头长的一些错位 那走路会疼吗 会 骨头不在自己应该在的位置上 又需要活动 肯定会疼 这个能修复吗 可以 但是会很疼 需要让错位的骨头重新长好 她现在年龄小 骨头还没有完全长成 是最好的修复机会 会很疼的 那医生 你安排一下吧 绵绵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就算不能领养你 我也要让你在我身边长大 二哥 星星快坐 二哥你等久了吧 我刚刚从明媚那里回来 看样子 你真的很喜欢这个孩子 嗯 明媚他很乖 我想能让他玩 但齐飞也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你们两个毕竟还年轻 可以有自己的孩子 到底我多懂 没有关系 你们可以把他当成自己孩子一样 嗯 哦 对了二哥 你刚刚电话里有事找我 是 你找过徐薇了 嗯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二哥 我也不想瞒着你了 我的确是想起了一些事 到我等去了 我会想再起起来 我会想再起起来 星星 二哥 对不起你 二哥你到底想出什么 在我知道 你去找了徐薇之后 我这几天都没有睡好 二哥 真的对不起你 没事的 二哥 小林刚好后期回来 我就对他 星星 你不是裴家亲生的孩子 二哥你还是哪个孩子 你应该知道真相的 而不是对裴家 和心存留恋 五年前 大伯走了 你被用人发现 就在现场 断定就是你害了大伯 奶奶也因此 对你恨之入骨 我妈 明面上 把你送进了精神病院 暗地里 把你卖给了王学 缓代 你叫了二十年的父亲和母亲 直到事情真相之后 厌恶地看了你一眼 他们就带着亲生的孩子 出了国 你到了精神病院之后 我听到了父母的计划 便去医院 让徐薇给你开了出院证明 这样他们就没有理由再关着你 这是我本来想送你出国 就在我送你出国的前一天 孟随扬把你骗了出去 当我赶到现场的时候 记者已经拍下了你和其肺炎的合照 我对你散了话 为了我那有罪的父母 我对不起你 帮你 也是二姑母安排 只是我 害死我 应该 另有期了 谢谢二哥哥也有时间了 我谢谢你 五年前 大伯走了 你被佣人发现就在现场 断定就是你害了大伯 你叫了二十年的父亲和母亲 直到事情争相之后 厌恶地看了你一眼 他们就带着亲生的孩子出了国 四小姐 陪先生请您过去一趟 大伯 是 好的 晚上过去 哎呀 谢谢来了 大伯 您这是又有新作品 我看了 哎呀 你说这也怎么样 你又买新字画了 小心奶奶知道了骂你 你可千万不敢告诉你奶奶 啊 大伯 大伯 你有心口痛吗 我去帮你找人 啊大伯 干 大伯 大伯 十四小姐 十四小姐干的 十四小姐把别人杂晕的 不是我 不是我不是我 大伯 大哥 没有 不会的 金巨 啊 大哥呀 你死的可太冤枉了 你说 都离我们回事 我看到 我看到四小姐拿着铜器 砸在了裴先生的头上 我没有 你胡说 你胡说的 四小姐 我真的看到你 你砸了裴先生 我没有说谎 我真的看到你 我没有说谎了 你就是在说话 是你让我去找大伯的 我去找了大伯之后 但我突然进口头 我去给他拿药 所以我回来说 他就已经遇到了你大伯说什么 我只要想念你骂子 你要让你付出代表 我没有手谎而上你我发誓 刘医生 我大哥死前犯了毛病吗 裴先生死于重击 此前并没有犯新脏病 你晚上找过他 我没有 我晚上一直在老夫人的身边 老夫人可以作证 你胡说你说谎 你为什么要说谎 你为什么要说谎 干什么呀王总 这么点时间 你怎么走 看你自己的样子 还不是看到你们拍摄的面 您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要不是因为这小蹄子杀了人 能这么便宜了你 我不 明天尽快 把他给我送到我的房子 要不是 我会把你们小样子的事 嘿嘿哈哈 走了 嘿 老死小屁 等着吧 以后 有你说的 小羊 把最短 放在裴心的酒里面 然后把它送到你的房子 等着吧 以后 有你说的 嗯 爸 虽然你只能为否则 当然不会 是吧 虽然 当然 谢谢 谢谢 喝一个 谁呀 我不想喝去 乖 就一杯喝不醉了 好 对 好 5000 大男人 你都不 国外的皮肤 出了你了 被还给你扣了 负 怎么办事啊 这皮肤要是被尝出来 而且心肺炎放不了 到时候 警察也要抄回来了 是我的属肤开烧 齐飞燃最近没在公司 我会尽快把这皮货弄出来 葬立 齐一开真是葬心理 你 你 嫂子 小心 爹爹 爹爹也来点 啊 不用了 您慢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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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 可以看到我吗 你好丑啊 鸡飞眼 我很丑 但你很累 我睡了多久 三年 真的很臭吗 谢谢你老公 原来我在很久 很久以前就行了 谢谢你走错房间 谢谢你寻我 谢谢你没有和我离活 妈妈 妈妈 这下你没事了吧 小林你别担心 妈妈没事的 绵绵你别担心 绵绵你别担心 阿姨没事的 你也会没事的 好了 先上去休息吧 是啊太太 上楼歇会吧 我给你炖了汤 谢谢张俊 金轻 啊 你恢复记忆了吧 这都被你发现了 你觉得呢 那你是喜欢现在的我 还是以前的我 不管是以前的你 还是现在的你 我都喜欢 老公 你以前可是很讨厌我的 那是我眼下 不想起什么 都想起来了 你都知道些什么 你二哥告诉我 其实在失去记忆的时候 知道这件事 感觉天都要塌了 但是恢复记忆之后 这种天塌塌的感觉 好像很久之前就经历了 所以没有那么伤心了 对不起啊 这些年给你带来这么多 说什么呢 以前就是我自己猜眼 因为太真心的去了解 都是以别人的眼光去看 说我这不行 习一看 啊我都知道了 以前就是对他太仁慈了 但是你跟 我没有到处在家 你终于知道老年的好了 我看你还是比较喜欢我小白兔的事情 哎 哎你还别说 啊真有点怀念小白兔的事 哎干嘛 哦哦哦哦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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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喜欢陷藏我了 你再说一遍 你耍雷王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灵魂 哎呦 是不是也太幼稚了吧 我以前怎么敢出去玩的 对 二少年了 知道了 反正是成本分析 一凯 哟 嫂子 听说你出了车祸 我特意来看看你 没事吧 没事 多亏了陆助理 要不然 我怕是不能坐在这里和你说话了 哼 嫂子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呢 那就谢谢一凯了 本来就失忆了 现在又出了好几次车祸 你大哥娶了我也真是为难他了 大哥和嫂子康丽情深 有嫂子在 大哥才能安心啊 一凯你可真会说话 哈哈哈 嫂子没事就好 那我就不打扰嫂子了 慢走啊 这二少爷现在倒是关心您了 以前都不来这边的 是啊 我说什么 废 对不起 他看到你脸了 没 蓝温健那次看到了 不过他失忆了 应该想不起来 我会复理的 滚了 陪西年 这次 随你大 徐总 翻公司那边让开好了 现在就差给警方递交材料了 谢伍 走 我休息一下 没有答应了 徐总 给警方那边递交完材料之后 就可以抓不齐一看了 不知道 你最近看人我不像夫人 小少爷 还有明明 你 还喝 你就知道喝 干什么 帮我朋友 启飞 你对陪师下手了 陪师 启开给我说过 我们陪家高人无忧 高人无忧 高人无忧 陪师下手的电话 您好 林波台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你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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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王大 我没有坐牢了 你给我闭嘴 你记住 大哥的死和我们有任何关系 对 是白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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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记住 他 你自己跑吧 我怎么办 天啊 你怎么办 记住 你只有一步有点 这件事情跟你没任何关系 天啊 他为保护家 啊 哈哈哈哈 记住他 我有点急事 我要出去一趟 什么意思 需要这么多天呢 总之有狠奇的人 我现在马上要够 他就不要欠了 他先跑下我们娘的 自己跑 你个分子 你做什么 那都不容易去 警察吗 什么流动 是我 你敢被骗骂子 真 真 你到底信什么 你到底信什么 你敢让我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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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妈妈这么做 就是希望 你来陪伤 是我的呀 妈 你害死的大伯 加害猩猩 伤害了我所有的亲人 你出事为了我 你还心情的时候 没有想过 他只是个二十岁的孩子 你害死大伯的时候 你也没想过 他已经生美善了 是不可能 遭遇到抢夺了 这些都是你能一起死 就罢了 我怎么说这些 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你奶奶要把公司给你大伯 我又是怕不得已啊 你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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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人的 你都不得已 你这些 你这些 也特别放手 救 裴靖山和姚叔和洛瓦啊 我听说了 那 老夫人呢 这个你放心 裴靖山任务了 其实以后啊 又裴靖山做总裁 你这是什么表现啊 我没事 你忘了吗 我现在可是 人人都怕你了解 你了解也会上线 你真讨厌 是 讨厌 但是在我面前 你可以不愿意是自己 哎 抓他 你没人跟着啊 没有没有没有 警察都在到处送我 还安全 没有 需要跟我们的有多装包里面 钱也帮你弄一段时间 按哪个车以后送你去边境 然后 不急 我要点东西呢 干什么 放下东西赶紧走吧 走 我他方分了这么大功夫 就是没让人到正不如死 让我走 嗯 眼眠 帮你这来 可以 可以的 加油 冰棒 妹妹弟弟留下 不客气 好我知道了 我有车来舒适一趟 你们两个先玩会 嗯 天天 这是怎么回事 嗯 放心 阿姨会找人 让我去吧 危险 吸引被人带走了 你 咱们有没有看到一个男人 抱上一个四五岁的小铃子 好 我指一看 你放了小铃 你有时候去冲我来 你不要伤害小林 小林这么可爱 怎么可能会伤害他呢 小林不要 妈妈 你去看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你帮我小林 我想想 反正你们两个任何一个 还会叫我那个高高自制的哥们 那就你来 妈妈别过来 帮我小林 要不然我现在从这里跳下去 你也别招呼 快过去 东西 爸爸 你别过来啊 飞严 别急急急 爸爸把你过回来啊 爸爸你一定要救妈妈啊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要干什么 我来 只要你把背信到了 你要什么我就打下去 哈哈哈哈 那你们一起一家一家人 还真是情深义重的啊 我告诉你 从我进入你的齐家那一刻起 你妈 就从来没有真意瞧过我一死 还有你那个可恶的老爸 我一再讨好他 到头来呢啊 我一直扮演着 他喜欢的儿子的决策 最后呢啊 他还不是喜欢你这个没有感情的怪物 可惜飞严他根本就没有对我亲近 他甚至为了你跟他妈妈吵架 吵架 你以为他对我安慰安慰了我 我就要对他感恩待他了 我告诉你 他只不过是把我当成一堂狗 能忘记你呢 他也是你手里的一个妻子吗 别跟我提他 他就是个婊子 你注意看 关键 在你亲戚之间 你们也有过一段美好的感情吗 那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闭嘴 你懂个屁 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 我带你帮我看 飞严 飞严 你没事吧 我 我 我